世界脈動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我是Evonne OK我們今天呢 又要帶給大家一個 非常好玩的課程的介紹 好了Evonne你要介紹什麼課程啊 我今天為了要錄這一集呢 我特別來準備了這個東西 電鑽啊 哇OK 對為了讓大家有感受呢 所以我特別帶來一個這個 如果你 我覺得太離譜了 你拿這東西來我們攝影棚 可以幹什麼又不能幹嘛了嗎 對啊 但是基本上呢 這個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課程呢 就是屬於這個 你會常常用到這個東西的 當然大家看我拿的這個知識就知道 我不是一個很專業的 對啊 家裡要弄的東西全部都還是我在搞的啦 不是他的 好那 of course 就是有很多的同學啦 都有想要問一些木工類的課程啊 或者是砌砖工啊 建築工人方面的科系 因為這個科系呢 在澳洲的這個職業清單上面呢 感覺上名額還算蠻多的 沒錯 而且他在中長級的職業清單 所以呢 如果你是香港護照的人啊 哇 這個如果進來讀完了以後 馬上就是五年的這個特殊簽證就可以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課程呢 我可是找了很久 然後還有人要跟我競爭 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是首播 播這個課程的 OK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來賓啊 你介紹一下是 對對對 我今天就是特別開心的 約到我們這個澳洲黃金海岸的木工學校 EIP這個學院 OK The Marketing Manager 好 那我們請Sam進來跟我們hello一下啦 hello helloSam hello大家好 Same還特別穿 你這個是學校的衣服嗎 對啊 這是我們學校有個自己的logo 哦 我們學生呢 在我們學生呢 我們學生呢 也會有自己的一個制服也會有 哦 那穿的就跟trading一樣這樣子了 對的 對的 OK OK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學校啦 好 so 我需要 我有 powerpoint slide 對對對 我這邊可以 OK 好 so 基本上呢 我們大概先介紹我們 簡單的介紹我們學校一下 基本上我們的學校是 EIP College 那我們本身呢 已經在這個黃金海岸呢 大概已經有20週年 今年會有20年了 so EIP呢 其實就是 English for English in Paradise 就是你在Surfer Paradise 你會在這個 啊 衝浪天堂呢 來唸一個一個英語 所以以前我們剛開始呢 是有語文的科系為主 過後呢 我們慢慢發展到 啊 不同的啊 啊 科目為主 OK 基本上呢 我們啊 學校呢 啊 就是啊 在2001年啊 成立的啊 我們的啊 現在目前呢 我們的campus呢 還是在Surfer Paradise 為主 我們是有三層樓的建築物 嗯 然後請大家看一下 Same 那特別這個地方有一些照片 哇 Surfer Paradise 這個 這個剛剛這個有這個汽車 有這公共汽車的地方 這裡是 這是train嗎 這不是汽車啦 這是train OK 不是train 這個這個是我們 我們澳洲的偏遠地區 哦對啊 對哦 Gold Coast現在是偏遠地區 Regional Area Yeah Yeah 因為那所以這是重點 重的重點 因為很多人說 黃金海岸是什麼 是抗海 我又不是送我的孩子去抗海 我跟你講 這是全世界富豪最多的地方 這個是 呃 真的是叫做天堂一樣的地方 OK 對了 所以剛才你看到那個train station 其實離我們學校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走到 一分鐘啊 哈哈哈 OK OK 所以你要去海邊呢 大概也是一分鐘 也是走到海邊的 就後面 欸這是哪一站啊 這是哪一站 呃 就是 Carwell Avenue 哦 對啊 應該他他剛好上完木工課程 下課就可以去LV工 是不是下面有一個WooWooWoo的那個 對啦 就在我們 啊 那我們上次去過就在那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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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太棒了 好 對 黃金 黃金 本上黃金海岸是就很好的一個 一個地點 不過我們接下來就說 其實我們的老闆呢 也是澳洲的老闆呢 他本身以前也是 啊 教英語出身的 不過呢 一個另一點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有那些木工的課程呢 還是train的課程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的老闆 在他青少年 high school 都完他已經是一個 啊 carpenter 他以前是在carpenter 在builder construction 過來才慢慢啊 自己成立自己的啊 英文的學校 過他也在啊 日本呢 住了大概有啊 幾幾年的時間 OK 所以這幾年呢 我們其實我們已經 啊 我們的學生呢 啊 畢業我們的學校呢 大概有超過啊 十五千的學生 來自不同的國家 OK 我們的啊 我們的啊 老闆的太塔呢 也是在我們公司 也是在我們 負責我們的admin這裡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一個family based Australian的啊 family based的一個公司 so啊 過後呢 我們目前呢 我們平 我們之前呢 有的課程就有 包括那些啊 商業的課程 business 啊 leadership management 管理啊 graphic design 啊 媒體啊 跟英文的課程 還有一些我們的short code 就包括那些啊 酒精的那個certificate 叫RISA 還是白卡 widecard 跟我們的barista OK 所以我們 目前我們有的課程 大概從certificate 就讀到啊 certificate 4 跟diploma 跟Ariens Diploma 這位主 啊 可以 可以跟大家 呃 這個觀眾朋友 講一下 什麼是widecard嘛 因為可能有一些人 他沒有在澳洲 但是他不知道 widecard 非常的重要 白卡 白卡 不是去賭場的 黑金卡 哈哈 黑卡 黑卡 OK widecard是什麼 基本上 只要你 就是一個通行證 假如你今天呢 來到澳洲 不管你是打工度假 還是學生簽證呢 今天你來到澳洲 你要再去啊 工地打工的話 基本上你必須要通行證 必須要有一張widecard 所以我們學校就會有這個課程呢 這個課程就會在我們學校 在一天裡面就可以完成 大概四到五個小時 過後呢拿到那個白卡 各天你就可以去工地開始找工了 OK 大概我們可以先介紹 其實我們學校就是有 大概有三層樓的建築 我們最頂樓呢 我們有自己的天台 天台也看到那個 海邊海洋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天台 就看到了 OK OK 所以不過一路來這幾年呢 其實我們一路來 我們很多學生一直在跟我們講 有沒有移民的課程呢 擁有氣功 wall and floor toweling OK brick layering 跟block 還是block layering 還是solid pastoring wall and ceiling lining 所以這六個課程呢 目前還是在那個移民清單領通 嗯嗯嗯 那你們的course都多久啊 OK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講 為什麼你今天會選擇 我們DIB的Trade課程呢 其實我們的課程 我們設計呢 就是104週的 就是兩年的課程 標準 標準 就是符合你們485的 那個畢業簽證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的設計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 我們的 我們為什麼剛才我們講 我們會籌備 一年來籌備 準備推出這個課程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找一些 因為我老闆本身 他他注重我們的品質 我們必須要給一個 很好的課程 因為當然很多學校 可能他們會提供這些的課程 但是我們每次去看到 他們的設施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很不完善 所以我們老闆人認為 我們假如要做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做得很好的 提供一個很好的藍尼課程 所以我們呢 就在我們本地的公司裡面 我們找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local partner呢 他本身就有16年 construction training的經驗 所以我們就跟一個local的RTO呢 合作來跟我們一起做我們的training 而且跟其他學校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當你要得到那個畢業的那個 graduate visa的時候 畢業簽證呢 你必須要完成360個work placement 所以我們公司呢 也會guarantee那個work placement的opportunity 給你們教你們學生 符合我們的條件 所以我們呢 因為我們本身的 跟我們partner呢 他本身已經是有 通常你們會見到學生來 我們上課的老師呢 基本上他們都是在這個 construction industry 他們本身有自己公司 也有自己多年的經驗在 construction 有很多都是可能是把carrant 還是他們是bricklayer 他們就基本上有這個行業的知識跟經驗 所以當你們上課的老師呢 都是這些老師為主的 而且我們的學校呢 在tradecampus呢 就離我們的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到我們的tradecampus 那另一個賣點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的課程會很多 最近都很受學生歡迎 基本上我們是2-day study per week 2-day a week啊 哇 一個禮拜兩天 對對對 基本上我們設計課程是這樣子 就是週一呢 他們會在我們的main campus 在衝浪天堂呢 是上我們的Turic的 所以中堂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 一整天就上Turic為主 到隔天呢 就是Tuesday他們週二呢 他們就會去我們的Carrant 就大概離我們這邊 大概駕車大概25分鐘 就是我們的tradecampus在Carrant 那邊也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所以那裡呢 就是一整天都是Practical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的課程設計 就是一天 一天是Turic 一天是Practical 不過當然週三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Accessment Support 如果學生他們必須要完成他們的功課 還是我們的Online Confident呢 就是在週三裡面可以完成的 OK 基本上就好像你看到我們之前講到 我們學校有我們提供白卡 其實在整個黃金海岸呢 其實ASQUA有要求 假如一間國際學生 他們在澳洲他們要打工的話 他們要拿到白卡 他們必須去一間國際的學生 有Cry-Cross Register的白卡 才上課 這樣他們的通行證呢 才是抽成真的 在整個黃金海岸呢 只有我們一家EIP College 我們的白卡是有Cry-Cross Register的 可能你在其他在市場上 可能會去看到可能他們有提供白卡 但他們不是Cry-Cross Register 所以唯一在黃金海岸呢 我們RSA跟WICON呢 只有我們一家是Cry-Cross Register 所以當然你住 報名我們的課程 我們就免費送你白卡 就是通常你一進來 第一個星期 我們就讓你去上白卡 這樣你有機會去 開始去辦公辦公室 去工作了 哦 很好啊 OK OK 這個給很多很重要的老闆 一個information 因為我們也知道 有一些業主是很大的 像台灣也有很大的財團 過去那邊蓋房子 那麼他們呢 也有問我問過這些 如果弄台灣打工度假 學生過去裝修的話怎麼辦 那麼這個時候 他聽完了我們這一集呢 他就知道他要怎麼辦了 他可以去找EIP 然後去解決這些人的白 白卡的問題 哈哈哈 OK OK 非常好 基本上我們的白卡 就是大概四到五個小時 而且是我們老闆本身 去來訓練 這些學生白卡 我們老闆在看圖片 就是我們這本身 就是我們老闆在那裡 OK 哈哈哈哈 這個是他們老闆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邊啦這邊啦 yeah 如果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EIP College 本身也是有我們的 Theory的課室 讓他們上那個白卡 跟我們的那個Trade的Theory 接下來就是介紹 我們的Trade Campus 這個就是我們 最主要的一個賣點 通常呢 我們通常 我們會帶一些學生 假如有任何的學生 他們都歡迎來 我們的Trade Campus來參觀 通常我都可以講 大概95%以上 他們參觀過後 都會Enroe 哈哈哈哈哈哈 基本上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的Trade Campus 在Kurubin 大概離我們 EIP的學校 大概25分鐘的車程 OK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圖片 前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Office 跟那個Crash Room 後面就是我們的Practical Trainer的地方 在兩個建築物之間 有很大的空地 這個就是讓你們很多工具 也是要一個很大的空間來Practical的 OK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呢 就是其中我們的一個木工的老師 就是Anton 他本身也是很年輕 不過他本身的家庭就是在Construction起家的 他爸爸就是擁有Construction的公司 他本身呢在他爸爸公司那裡做了大概8年 他也是很有Qualified的Carpenter 跟Construction Builder 有自己的Builder license 所以他本身就喜歡跟年輕人接洽 所以他現在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 我們的Carpenter的老師了 OK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們有提供木工的三級的證書 所以有一點是為什麼我們會很喜歡 基本上很喜歡來我們學校 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學生講 只要你兩天來週一跟週二 你都來學生的話 基本上你的Accessment 在課室裡面可以完成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賣點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教了本地澳洲的學生16年 所以他們知道學生的態度 只要你要在四課後呢 讓他們做完成他們的功課 基本上是很難的 所以他們本身就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就是在課室呢 讓大家一起完成 他們必須要在theory跟practical完成的Accessment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學校的 基本上學生很喜歡這部分 因為他們上完課呢 他們知道他們的作業已經完成了 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一個系統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木工呢 有一個很好的platform 讓他 讓他 基本上呢 Carpentrum木工呢 在澳洲呢 基本上你就是學 怎樣建造我們的房子 一間房子 就從零到整個房子 當然他們知道澳洲是很多都是由 timber為主的 所以這邊呢就是有一個很好的platform 讓他們從基礎的開始 從零的建一間房子出來 過後呢再把它拆下來 在另一批的學生 還是他們再繼續在那邊practical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很好的那很好玩耶 嗯 對了 所以我們身邊這些老闆們 他們自己去買一個地 又要自己蓋一個房子 乾脆再去學一個木工課程 自己完全自己開 哈哈哈哈 不要想那麼遠啦 先學好拿個license先啦 OK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 其實我們的trainer 就是你看看學生他們 就是完全就是讓他們practical 在practical的時候 完全就是 是要看那個圖 這樣子把那個建築物捡起來啦 就它 所以他們很多unit都是從那邊開始 讓他們去學 因為是事實上 高農達我們也會有 你說 我說事實上澳洲人還蠻愛 自己蓋自己的家 什麼東西都自己自己去買 自己做 嗯 對對對 所以我們包括學生會做 那些小房子的模型都會有幫過在裡面 所以我們brick layer也是其中 其實在黃金海岸 假如你其實這一份brick layer 還是brick layer的行業之業 其實薪水是很高的 只要你證明你 對 我們他們 我們有 我們的有學生是這樣 他們告訴我們 一個週啦 一週他們大概工薪可以去到 1700塊 哇哈 一週啊 1700啊 OK 因為鑽快是 每鑽快就有 算錢的嘛 但是看你的 多少的鑽 你可以一天把它完成 七鑽嗎 沒有那個 對對對 對啊對啊 七鑽啊還有木工這些 我看這個目錄是一個美女 女孩子也可以做得到 左邊是一個女人 左邊是一個 女人 女生也可以去嗎 女生也可以學喔 對對其實 其實 那個專的 學 都有女生去 去學的 其實因為很多 landscape company 基本上你體力不需要很大的 就是原地的公司 很多原地的project 你也需要一些這樣的技術 所以很多女生呢 其實澳洲的開始很多女生 都會做這個 這個 這個課程 而且為什麼我們學校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學校是16年的 在提供這個 training trade的 藍領的課程 大概有16年 所以基本上他們已經 有提供澳洲的學生 本地的學生 他們來學習這個課程 所以我們國際的學生呢 在特定的一些 UNI上課的時候呢 他們會跟本地的學生一起上課的 這個也是其中我們的一個賣點 就是很多UNI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學生一起 本地學生跟我們國際學生一起上課 都有 OK 過後呢 solid parsing也是其中一個也是在 也是比較 過後呢 你可以知道大概solid parsing 就是他們所做的讀的範圍是什麼 過後呢 另一個比較多女生學生會念呢 還是比較大眾方喜歡的就是有 sertical trade and painting decorating 就是油氣跟裝修三級的證書 喔 OK 油氣裝修喔 所以也是我們的這些兩個課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學生基本上 practical的他們 這個都是我們的學生 過後呢也是 wall and ceiling line 其實我會發覺 台灣人會查詢 就是這個sertical trade wall and ceiling 會比較高 就是就是牆身跟天花的底層的那個鋪設的工 其實我們買很多台灣人會查詢這個課程 其實可能應該跟他們的工作背景有關的關係 就是讀這個課程所要會學的一些東西 要看到圖片 就是wall and floor toilet 也是牆面跟地面的磁磚也是我們其中一個課程 所以你看到圖片 就是operate那個elevated work platform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學校呢 有很多的機會必須要operate這些mission 所以我們那邊就很大的空地 讓你去學習practical這一部分 當然你讀這部分呢 你會達到一些讀到那個 好像一個通行證 就是你可以operate這些mission 也是在你當你去工地打工的時候 你要你要出事你有這個certificate 你可以去operate這些mission ok 那所有這些課程都是2 days a week啊 對2 days a week 1天的theory 1天的practical ok 不過他們的work placement job placement會在第二年會開始的 我們會安排他們在第二年就去澳洲 或者是construction公司 開始去累計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job placement hour 那job placement hour的時候 他們會得到工資嗎 還是不會看 對這點就會要看雇主 有些是pay 有些是看他們的雇主 當然很多時候 學生的態度是很好 很群勞表現都很好 通常他們都會 以後他們有機會都繼續在那裡上班 都會有這種情況 ok 那他們如果現在還飛不過去的情況下 他們在國內是先把網課上完嗎 不然他們的practical課程 要怎麼樣可以達到這個條件呢 就是現在暫時飛不過去的狀態下 對 因為之前兩個星期我們也聽到 政府其實開始 就算是四八五千證的時候 他會承認你在上課那部分 所以因為這個新聞 我們學校基本上已經在籌備著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藍領的課程 有六個月可以online的unit 所以基本上他們 我們可以讓他們有六個月 就是念那個teorical 當然在online component 他們會有tutorial 我們的trainer會有online tutorial 過後他們就 border開的時候 開放的時候 他們可以進來 繼續他們的practical那部分 基本上我們也準備那部分 所以他們就是現在就可以enroll 然後明年那個travel restriction 被拿掉了 就可以飛進去 馬上就practical了 對對對 我基本上已經有一些開始 香港的enrollment進來 他們也是開始會選擇先online 基本上你可以考慮這樣 就需要留你在自己的國家 先online 基本上你的生活費呢 那部分也是可以省的其實 嗯嗯嗯嗯嗯嗯 ok ok so在整個澳洲裡面 讀完這個藍領的課程呢 我們就是要有你的你的技術呢 要得到正可能 就是通過我們的tra 就是trade recognition australia 就是tra 他就負責我們的這個部分了 所以基本上呢 你當當你 他有四個步驟 我們講那個job ready的program 讓他們去得到他們的skill assessment 所以我們eip呢 當然我們會提供你兩年的課程 我們符合那個十八五簽證的要求 就是我們的簽證 我們的課程是104週 或呢 我們會盡量讓你完成你360個小時 所需要完成的那個work placement 或你本身呢必須要得到亞視6.0了 所以我們學校本身也有亞視的課程 所以到時候 學生希望來再進補他們的英文的話 我們都學校要提供這些輔助給學生 讓他們完成 所以他們就達成那個job ready program的第一個步驟 過到他們到十八五簽證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繼續累積他們的工作 經驗在一步步的網上 達到他的那個skill的assessment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剛好我們這幾個星期 這邊有學一個亞視6.0 他們之後那個要辦485的時候 亞視要考到6.0 對對對 對剛剛是你們說 對啊 嗯 對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這個星期 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小的短片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 那邊可以讓他們播出來看一下嗎 其實很小的短的一個短片 等一下我這邊應該可以弄出來齁 好 我來testing testing 應該是沒問題的 ok 等一下我看看這個 怎麼把它變大 其實我覺得這個課程很多 所有的老公都應該去讀 因為家裡很多東西會壞掉 哈哈哈哈 ok 好我看看 剛剛這個怎麼挑出來 ok 跳掉了 不行 不行 因為我們本身學校也有那個 media的課程 所以我們我們 我們的拍出來的 video都是效果都很不錯 看起來很棒啊 看起來很棒啊 像現在covid-19 政府也有補助那個 那個裝修號 那個25000的津貼 所以這個行業到現在還是蠻興旺 嗯 對啦目前 其實看起來我都想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剛才你講的就是講那個很重點 其實我們都知道整個covid-19 整個行業商業的很多停頓 其實我們wide guide呢 其實每一週呢 就是還是會蠻蠻的很多學生 因為他知道工地還蠻可以找到工作 嗯 嗯 對對對 ok好 那我們 非常感謝Sam的時間啊 今天給我們的介紹非常的棒啊 那以鳳你這邊有什麼問題還想問Sam的嗎 啊 我真的很謝謝Sam來幫我錄這一集 因為說真的 我之前要organize一個這個錄這個木工的課程啊 我真的是問了很多 後來這個Sam的大力相助 他說好喔 我給你錄 那為什麼這個木工客人那麼重要呢 是因為他的location就在goldcoast 嗯 那goldcoast是屬於一個平原地區的地方 它是加分的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先把 香港passport這些移開 因為香港它是very special 那如果是講台灣的話 一般人的話都可以的啦 台灣的護照的話 它變成說 它沒有去到一個平原地區 平原地區來加分 它485會多一點時間的話 對對對 它會不夠時間去完成它的prac的時速 所以它如果讀這些技術課程 喔 技職課程呢 它最後可能還是不夠 像我們之前有遇到一些學生 它可能 等到 它 它可能自己之前去亂辦的 然後它的diploma 或者是這些certificate念完之後 它發現說 我怎麼485完之後 來不及做這個實習的工作 那我怎麼樣符合這個他們的要求 然後就產生很多問題 但是呢 就是因為這個木工學校本身是在黃金海岸 所以我覺得欸 這是真的可以achievable的 因為其他 還有就是因為他們學校會協助他 去找到這些練習的 這個working hour 所以這很重要 好那這是屬於台灣的學生 他們會遇到的障礙 所以這個學校解決了他們所有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如果是香港學生 它就更方便 對啊 所以它的entry requirement 英文不用這麼高 一個禮拜用1700那麼多的薪水 對對對 又薪水高 而且呢說真的 不要想說去賺到什麼薪水啦 自己家裡面很多東西 自己先蓋是嗎 自己可以搞定 對 或是修東西 因為教育工人很貴嘛 那你要全部學完啊 你要從木工什麼全部都要學 不然你怎麼可能不可以蓋一半而已 欸不會啊 你去學校就有同學啊 你讀木工啊 你就認識一個搞定花板的啊 好一起蓋啊 對不對 然後又再找一個隔壁班的 這樣馬上就一個team了 OKOKOK 對對對 然後還有老師可以幫你們 所以呢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學校 那大家就 所以我才拜託Sam說 一定要給我們錄這一集 而且他還答應給我們首播 我相信這個 這個video出去之後 又開始有很多人又開始問 因為呢 現在最討厭的是國際學生 沒有電工可以學 然後那個冷氣工程 也不能學 也沒有辦法學 所以真的是 最方便的 就是這幾個課程 就是 搞天花板的 烤氣磚的 還有弄木工的 這幾個大家考慮一下 看看你最喜歡先搞哪一個 弄完了先把自己的家裝潢一下 這樣就可以還不錯的一個感覺 好那我們謝謝Sam 謝謝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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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我們很感謝Sam的時間 當然如果觀眾朋友有更多想要討論的 可以在我們的討論區做更多的留言 那最後呢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臉書粉專 幫我們按上大大的讚 還有我們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記得旁邊的小鈴鐺把它打開來 希望今天這個課程能夠幫助到你 對 然後幫我們分享出去 謝謝觀賞 拜拜 拜拜